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日我最转来看南韩现在流行上网看正妹吃晚餐 而主角月收入可超过台币28万元 上规游戏公司辣椒与Oh My God宣布组成策略联盟 抢攻游戏业第三方支付的商机 在今天的财经旺交点单元我们将做深入点评 了解第三方支付的商机 那么首先来看全球股市的表现 美股在星期一开高之后随即走软 在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干扰之下 空头气氛依旧无法有效的扭转 加上美国新乘务销售数字大幅度滑落 道琼工业指数连续五天收低 再来看的是欧洲股市 在星期二开盘的表现截至北京下午四点钟为止 英国 德国以及大国三大指数都是同步的走高 好 再来看亚洲股市 市场预期联准会将继续的减码量化宽松 日币重拾贬值的走势温和走高 中场回落收黑二十五点 那么南韩央行预料今年年初通膨率 仍将低于百分之二点五到三点五的目标范围 如果持续的回落恐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 不过今天的韩国股市依然是收红 而港股小数下跌 印度央行星期二意外的宣布调高利率升息一码到百分之八 印度卢比和股市急跌 截至北京下午四点钟 印度股市走跌 而新股海峡马来西亚股市纷纷上扬 星期二的户生两市双双开高 随即又冲高回落 不过在金融板块激进互盘 两市展开窄幅震荡之下 中场不止量缩上涨百分之0.26 台湾股市从今天起进入农历春节廉价 进入休市期间 过去台股每逢封关日都是百分之百的上涨的 不过今蛇年最后封关日台股倒是一片惨绿 跌破了8500点 终结了16年收红 外资提前落跑大砍了171亿持股 电子全职股和金融股跌的是鼻青脸肿 不过幸好算一算 累计蛇年平均每位股民还是可多赚二十几万元 浩子大厅笼罩一片紫色 明明应该热闹欢喜迎接蛇年最后交易日 没想到欧美股市重挫 让台股开盘挎雷蛋 开盘一别就是78点 盘中一度大敌154点 虽然靠着大力光一支独秀 但最后大敌135点 灌破8500点大关 周厂收在8462点 成交量991亿元 终结16年来收红 让股民摇头叹气 上个礼拜没有处理的 几乎就是暴定了 但是因为也不能不可能烧在今天这种盘 股价的走势让人觉得很失望 八大类股起步走跌 电子全职股只剩红海游走平盘下 其他包括台积电 宏达电华硕跌幅超过2% 拖累电子表现金融股也脸色铁金 惨不忍睹跌幅达1.6% 原来今10年最后交易 就是因为国际不确定因素太多 让外资提前落跑 大坎手中持股170亿元 外资受到欧美股是重挫的 必须调整它的部位 在这边针对亚洲的重型股 都有做一个卖操 最后封关日虽然惨跌收场 不过累计10年台股仍上涨555点 涨幅约7.03% 市值增加1兆9000多亿 算一算平均每位股民 在10年多赚了25.5万元 专家认为马年红盘的第一要务 就是尽速占回8571点月线 否则指数修正空间恐将扩大 不利多头格局 记者赞人中理事件 陈以杉秋子宁台北采访不到 大陆经济减速 再加上美国联准会本周 可能宣布再度的减码QE 新西市场正刮起一股寒风 各国净扁货币 股会双双下挫 从印度巴西到土耳其 都面临着两年来最动荡的风暴 市场恐慌蔓延亚洲 而大陆股市方面更是已经跌到了 五个月来的新低点 新兴货币拉空袭警报 这一次真的是狼来了 阿根廷批索对美元一周暴跌15% 掀起股牌效应 土耳其币 巴西币 南非币 全面倒地 贬值历史新低 单日跌幅都超过1% 世界经济论坛才刚落幕 替全球经济把拉好慢 怎么2014开始没多久 新兴市场就蠢动着新危机 这股新兴市场恐慌 一路往外蔓延 美股三大指数上周五 创下半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雅谷周一开盘延续前两个交易日 继续哀红遍野跌幅 七个月来最大 路股也贬至五个月来新低 反倒日元成为资金避风港 升值至七周来新高 减速中的大陆经济 促成了这一波新兴市场的不确定性 包括巴西 南非 都是极度仰赖大陆购买力的出口国 因此担心路资出走 家居市场动荡 原因之二是美国联准会再度解码QE的脚不尽了 即将卸任的柏南克 本周将进行任内最后一次联准会例会 预料将继续调论QE解码 市场分析师担心 如果联准会再次削减购债规模 将引发资金再度出走新兴经济体 又专家担心 区域性金融风暴只怕很难避免 农历年节就要到了大陆财经网 在27号引述了CNBC报道指出 花旗银行在大陆的人民币 以及美元的资金转账遭到推迟 而这也引发了业内对大陆 可能会出现现金紧缩问题的担忧 花旗集团发言人澄清 这是我们每年在中国春节期间 进行的日常维护 不过这样的讯息却引发了外资银行圈震撼 外界担心美国联准会QE退场 亚洲现金短缺效应已经逐渐发酵 台湾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在今天上午在年终记者会宣布 他即将在2月11号启程前往南京和上海 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见面 外传大陆设下了种种的限制 不过王玉琪他说 适当的场合他会说出适当的话 请大家拭目以待 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见面的场景 2月11号即将在南京重现 这将是陆委会主委第一次登陆 意义重大 但传出大陆设下了种种限制 要求王玉琪不能提中华民国 不能谈民主人权等话题 我到大陆之后 我的言行是不是受到这个约束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明 这个身为陆委会的主委 我了解我这一趟这个出访的这个任务的意义 所以在适当的场合 在适当的场合 适当的话 我是会说的 敬请大家拭目以待 他说双方提出要求很正常 需要谈判协商 就像如果张志军访台 国方也会要求他不要提 和平统一 但传出连王玉琪的演讲稿和新闻稿 都要经过大陆审查 他解释 并不是审查 而是和对方打招呼 他说这一趟访问将秉持双向对等 互相尊重的原则 并表示马总统没有交办特殊的任务 完全没有什么 我的稿子给他们审查的问题 其实不是审查 是一个相互的重点提示 跟彼此的尊重 对于这历史性的出访 王玉琪信心满满 两度提及要大家拭目以待 王章会如果进展顺利 将为马英九和习近平可能的会面 做铺路的准备 记者戴瑞李振华台北报道 大陆营监会网站最新的公布数据显示 截至2013年12月底 大陆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 148.05兆元人民币 不过总负债高达137.92兆 比2012年成长12.5% 而且负债比率高达93.1% 但是却也已经比2012年负债比下降了0.3个百分点 这显示人行去杠杆化已经有微幅的效果 不过新京报报道指出 大型商业银行总负债却从54兆成长到58.3兆 这是呈现出资产规模衰退 但是负债却是逆向增加 代表着大型航库财务结构有恶化的倾向 大陆民众2012年海外旅游人次达到8300万 比2011年增长了18% 陆克风出国 看中陆克的惊人消费力 许多的国家抢发陆克财 传出英国法国之间撕破脸 外媒报道办英签证昂贵又费时 法国27号开始就寄出快捷签证处理 费用只需要56英镑 比英签的80英镑还要来得更便宜 那么这也让英国的酒店和旅游业老板愤怒地说 法国正偷走高消费的大陆旅客 现代人工作很忙 那么方便食品也跟着走进大家的生活了 根据统计 大陆方便食品产值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相当一兆台币 但是在去年的上半年 大陆素食面销售只增长了0.5% 呈现饱和 反观燕麦产品呢 比方说燕麦片燕麦粥 随着健康意识的抬头 正逐渐地受到消费者青睐 春节讲不尽 全球最大的短期人口迁徙再度展开 走进北京这家超市 不少外地人抢着选购带回家的伴手礼 但篮子里总少不了方便食品 火车上吃 要回家是吗 对 那平常常吃泡面吗 就是这种方便面 常吃 为什么呢 因为工作方便吧 以前经常吃的是方便 现在的话会考虑一下这种方便食品 为什么会选这种方便粥 现在不都提倡健康的生活吗 回家免费尝一下 三种口味 对 燕麦粥 根据统计大陆方便食品产值超过2000亿人民币 相当一兆台币 但去年上半年大陆素食面的销售只增长了0.5% 反观具有健康概念的燕麦产品 正受到消费者青睐 燕麦是医疗保健与营养价值最高的骨类作物之一 能促进油脂和胆固醇的代谢 能预防心脏疾病 还能控制血糖含量 专家建议燕麦一天50克就能让三高远离宁我 记者李宗芳胡启仁 北京采访报道 美国新屋销售在去年年底有减缓的迹象 根据统计 去年12月新屋销售年率比前一月份下降了7% 去年11月新屋销售年率也往下修正 美国去年12月新屋销售表现欠佳 还比经济学家的预测来得更差 凸显出房价上扬以及房贷利率攀高 对于房市的复苏构成威胁 日本公布了去年贸易赤字达到11.47兆日元 创下有记录以来的单年最高水准 主要是弱势日元有如双刃剑 虽然是有助于强化出口 但是却也大幅膨胀进口额 而核电停摆导致日本能源进口大增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周一表示 会注意进口同时受日元价值和油价影响 并且重申日本急欲购买比较便宜的北美页岩天然气 就等美国核准出口 好 现在很多人都在赶着办水果的年货 那么有一些民众真的非常的懂得精打细算 还亲自跑到了桃园机场旁的16号仓储 抢买着刚下飞机的进口水果 不但价格可以便宜三成左右 而且还比较新鲜 那么接下来透过我们的镜头带您去直击现场 水果行老板强调这些水果都是刚用飞机空运过来 还没运到外线市 直接在桃园机场旁开卖 就有民众来抢先 樱桃 樱桃最好是放冰箱 你出去的话到航口的话 你要经过航口 航口再转卖到一般的超市一般 看准了这里的水果新鲜又便宜 还有民众大老远骑摩托车来买 因为一箱32颗大颗日本苹果 只卖2600元 等于一颗大约80元 比起市区的进口水果行 一颗要价最高125元 还要便宜三成 看它那个桶 那个桶是干的 然后大小的桶 而台湾号称水果王国 就有人偏好在地水果 由国内产力直接运送 桃园这家水果大卖场 减少层层剥削 价格自然平时许多 台湾的水里它是因为没有经过运送 没有经过海运的关系 所以它是比较新鲜 等于是说当地限材 就直接送到我们店里来 不会特别去选购系统 不会啦 喜欢台湾的东西 有民众还是认为 台湾本地的水果最好吃 不必花大钱买进口产品 就能享用最新鲜的在地水果 记者简正峰 黄俊志 蔡佩寅 桃园采访报道 华尔街日报报道 全球旅馆业为了吸引 爱用智慧型手机的年轻客层 最近纷纷升级馆内科技设备 未来旅客到饭店 只要点一下手机 就可以打开房门 旅客只要事先下载 官方应用程式 就可以在预定入住的日期 收到内含虚拟房间钥匙的简讯 那么旅客一到了旅馆以后 可以完全省去柜台登记的流程 直接的就前往预定的客房 然后透过手机蓝牙感应房门装置 就可以进入房间 好在农历春节要来临之际 台湾彩券再出新款 春节限定的呱呱乐 其中有一款金马年 还特别强调是百分之百中奖率 在过年更要讨个吉利 那么彩券行老板还说 去年呱呱乐卖太好 很多人根本就抢不到 所以在今年很多人是一口气 一本两本直接买 买气增加四五倍之多 像中个一百万好过年 彩券行前满满的人潮 农历春节即将来临 呱呱乐又嫌弃卷功 今年就怕抢不到不少人大手笔 一口气是几十张一起买 甚至是一本两本的呱呱乐 直接带回家 再买几本 买两本 为什么 因为公司尾牙要抽奖 因为这款它说有百分之百的中奖率 可是我现在正在看 好像快要共哭了 看好民众就爱 百分之百的中奖率 呱呱乐特别推出金马年限定 中奖率百分之百高达 十四次中奖机会的金马奖呱呱乐 共有四个投奖三百万 而金专帝国呱呱乐则提供 两个高额的投奖奖金五百万 两款游戏都是限量发行 而一起来抢新春财的 还有大三元 开云年菜 好彩头等三款呱呱乐 投奖上海两百万 同样高人性 今天买一本两本的人变得好多 有的人是想要获得投奖 有的人是集资一起分享福气 所以说买一本两本的成长大概有四五倍 一本即马年限定 五十张要价两万五 财券行已经卖光光了 只剩台面上的散装版 要抢过年往财运 呱呱乐再推新版喜买器 那是我有一百万 一百万 记得您现在留在亨台北 看好多 广告之后回来 在今天的财经旺焦点这个单元 我们要来看的是 在台湾第三方支付商机要爆发了吗 业者纷纷结盟抢食市场大饼 招邀请Oh my God 科技执行长林依侯 为您做生日品评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亚洲最前线的 财经旺焦点单元 在台湾第三方支付的商机 究竟有多大呢 有人预估每年可以到千亿元 那么即中华电信 跟日商伊藤中商市 成立了中华优购以后 其实又有两大游戏业者 结盟抢劲了 不过对于消费者来说 其实还是要注意 因为未来虽然跨境购物 越来越方便 但是外国网站购物3000元以上的呢 是要缴交5%的营业税 供第三方支付商机 两大游戏业者结盟 预计农历年后 红辛辣椒将全面串接 Oh my God旗下的欧富宝 第三方支付旗下金流 2012年的数字 在大陆有40兆的电子商务里面 有加近20兆是透过第三方支付 因此如果把这个比例除以8到16的话 大概是等于台湾的一个产值 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呢 林智市场它有一个很强的人脉 那我们也有我们的资源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的是在中国 我们会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合作 看好第三方支付是游戏市场的三倍大 但不光是游戏业者包含了中华电信 也和日上一腾中商市合作 成立中华优购 宏基也认购PC Home 七百万型发行股 第三方支付的商机有多大 外界预估每年有八千七百九十四亿元 年成长百分之十五 大陆光棍节商机上亿 让台湾业者对跨境第三方支付商机眼红 业者强劲让消费者购物更方便 但也提醒消费者海外网购货物 新台币三千元以上得缴税 否则罚漏税额两至五倍罚欢 今天新闻是小沛张志如台北报道 好我们看到刚才的这则新闻报道当中 红星辣椒跟Oh My God科技 共同组成了一个策略联盟 来抢攻游戏业第三方支付商机 当然其实有了一个非常方便的 第三方支付平台 对于消费者来说 不是只用来玩游戏 他其实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带给大家更多生活上的便利 所以在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 Oh My God科技的执行长林宏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您执行长 主持人玉琴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是我想执行长 这个第三方支付啊 我想其实还是有一些人 他不太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平台 什么样子的一个机制 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先说明一下 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形态 OK 第三方支付其实它概念上是很简单的 也就是说 不是买家不是卖家 的第三方就是我们 那买家呢 把钱给我们 然后我们跟卖家说 你可以出货了 一定时间之内 也就是所谓的 犹豫期 鉴赏期 到了之后 那个买家认为 他的商品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把钱交给卖家 就是说他的货一定要送到了以后 你们才把钱付给卖家 在网络上我们的消防法规定 网络购物是有七天的鉴赏期 那可是台湾这个运送的话需要时间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规定他在我们的体制里面是七加三十天 比法定还多三天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在台湾整个不管是本岛离岛三天之内东西一定会送到 所以这十天之内如果消费者没有跟我说这个东西我不要 或者他东西跟网络上说的不一样 他有瑕疵的话 他没有任何跟我提出来 我就把钱给卖家 但是只要你在这十天之内告诉我说这东西有问题 那我不二话 什么都不用讲 一定把货收回来 钱还给你 所以对消费者是非常有保障的 但是这个中间人 我们如果这样讲 简单一点 那他到底是 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的中间人 他有什么样子的门槛吗 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信赖他 他不论是对于买方或卖家来讲 OK好 那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很早之前的交易 可能我跟你买货买东西 透过这个国际贸易就开LC 或者是我跟你买土地的时候 那到底我先过户给你 还是你先给我钱 会发生纠纷 所以一定要找类似像银行 或者是像律师有这个有信赖感的公正的第三方 来帮我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所以第三方支付其实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只是说他的主要的是 嫁足在这个网路上 不管是一块钱两块钱十块钱都可以帮你做 是是是 那这个中间人为什么非得要找一个独立的机构 为什么不能够干脆就银行来做这件事就好了 银行当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是可以的 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是是是 所以其实你们这样的话 如果要成为这个中间人 他其实是一个竞争还蛮激烈的一行业 是不是 也不这样说 也不尽然 也不会 就是说因为银行你可以下来做这样的事情 只是说你能不能够把这样的事情做好 每一个人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那你说今天我要开网路公司 那银行可不可以开 银行也可以开 对 那你今天要到路边去卖水果 银行可不可以去那边卖水果 基本上 他应该也是可以的 但是有些法令的限制 可是你的本质能不能把它做好 就每一个人基因是不一样的 以全世界现在看起来 能够把第三方支付做得最好的 没有一个国家是银行 他一定是网路公司 一个新的平台跳出来做 对 确实是如此 那请问一下 就是说Oh my God 那么旗下有一个转投资的欧富宝 你们是大概33%的一个持有股权 对三分之一 那怎么会想到来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们做游戏做了很久 那这八年多以来 在网路上发现 而且发生太多的网路诈骗 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支付工具 所以常常玩家 他要把钱汇进去 或是跟这个玩家 其他买一些宝物的话 都会被诈骗 那我就觉得 为什么国外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去看 原来他们有第三方支付 使用了第三方支付之后 就可以大幅的降低这种 被骗 被诈骗的风险 所以 那别的国家有 我们没有 我就希望说 我们国家应该有 那去问政府机关就说 那你要不要自己来做一个 台湾的自己国营的第三方支付 那就很厉害了 全世界还没有国营的第三方支付 如果做起来 全世界给我们取经 可是 因为政府他们不想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跳下来做这样的事情 是 那么 其实对消费者来讲 那么不仅仅是透过网路的交易 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好像听说 就未来用手机去刷个二维条码 就可以自动扣款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们未来会看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交易面貌呢 OK 您刚提到这部分就属于 all to all的部分 从online到offline去 我可以在网路上买一些东西 譬如说 我订了这家餐厅的这个餐券 然后呢 我到餐厅之后 我要秀出我的票 它是这个电子的形式 那就看餐厅 我们可以接受一维的条码 或是二维的QR Code都可以 餐厅你进来之后 他一逼就知道 原来是林先生购买的 立刻就即时的核销掉 那甚至于下面还可以写一些付出 就是这位林先生他喜欢坐角落的地方 然后他喜欢喝红酒 也就是你到 你去消费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你所有的属性了 这是这个客户服务更深层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 你在网路上 譬如说买五月天的票好了 我看常有人在说 在这个拍卖网站上要卖票 结果钱给他被诈骗了 第三方支付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前面先给我 你收到货了没问题 钱才会给他 不过你钱给他做 因为以前的金融 是只有做支付 他不做履约的概念 我钱给你了 回到你户头 坏人都跑掉了 我去哪里找人 是很难的 但是第三方支付 是克服这样子的问题 是 那以现在目前来讲 就是说 我们一边是买家 一边是卖家 那是不是可以 不仅局限于台湾本岛地区 那么他的这个范围 其实是非常广泛的 是的 刚刚你提到游戏产业 大概在台湾一年 大概就三百亿的产值 只有三百亿 可是电子商务的话 今年预估起码是七千亿 以上 所以这个市场相对是大很多 当然如果把台湾 第三方支付越来越发达之后 可以促进电子商务 还有线下的经济的繁荣之后 我觉得这产值是爆发的非常快 很容易就达到一个造元的产业 那我们还有跟国外的第三方支付 做借接 也就是台湾假设你要买 大陆的网站的东西 举例某个网站好了 是 我们第三方支付跟他借接 所以台湾的网友 只要有我们的账户 里面有钱 你就可以直接到国外的网站买东西 你的意思是说 比方说我们现在 Oh my God为例的话 下面这个是欧富宝 欧富宝 那么欧富宝可能是跟谁 支付宝 支付宝或是财富通 或财富通 对这样子的第三方支付合作 那在假设大陆好了 有一个网站 他是能够接受支付宝 或财富通来支付的 他就可以变成 用我欧富宝来支付 帮你立刻带结会 比如说你看这个东西是 100块人民币 那我就告诉你 现在兑换的话 大概是4.9 所以你就是490块台币 OK之后 你就只要花你的 欧富宝里面的账号 490块花掉了 你就可以买那个东西 我会透过后面的银行 帮我做清算 然后再把钱给我的合作的 第三方支付公司 反之亦然 在台湾买国外东西 叫做欧帮 那还有大陆人 要买台湾的东西 叫英镑 所以两岸的第三方支付 接起来之后 就可以跨境的购买 非常的方便 现在都接上了吗 现在都接上了 只是有些部分 还碍于实用性跟法规 那行政院这边 政委们也提出一个 非常有前瞻性的 这个储值账户 不只是有台币 它可以多币别 对 对消费者就很方便了 比如说我本来储值了 两万块在这个户头里面 那我觉得今天汇率好 我就换一些到人民币 我觉得不错 就换一些到美金 或者换到日币去 下次我要买的时候 就刚好是这个钱 就不用当时再去换了 对 以现在来讲的话 都只能纯粹台币交易 现在是台币交易 而且你买人民币的东西 基本上还要先透过 美金的兑换 再换成人民币 要换两次 是是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 那么样的直接 那换句话来讲 其实对于使用者来讲 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还有除值方式 还有点问题 所以一直在改变 进步当中 是是是 不过这个现在是什么 是卡在政策法规上 是不是 在台湾 因为以前 金融相关的法规 在台湾是严谨的 我举例来讲 在美国 如果你要开价银行 各州的规定是不一样 你只要三百万 到六百万美金 你就开价银行 在台湾需要一百亿 才可以开价商业银行 那是差很多的 因为台湾的民族性 大家希望 银行这种产业 相对是严谨的 如果出问题 政府要负责 所以我们相关的 这种金融 是比较 门槛高 比较保守一点的 所以要从保守 要到开放 而且要追过人家 其实是要很大的 这种企图心 是 才有办法改进的 所以以前 太保守的法令 一定都要开放 是 那么刚才 我们其实在新闻的 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就是 这个 Oh my God 那么有跟这个 红心辣椒 共同结盟合作 那么最主要的这个理由 是因为什么呢 大家都会以为说 我们同样是游戏产业 然后你也代理游戏 我也代理游戏 你也发行 我也发行 大家抢游戏 所以是竞争 其实不竟然是这样子 我们坐下来说 其实我们可以 一加一大于二 如果你用 你们可以怎么互补呢 对 怎么互补 我们Oh my God 整个集团的游戏 也接受你 红心辣椒的点卡 所以你的点卡的 使用命就更大了 那另外 红心辣椒 整个集团 也开始使用 我们欧富宝的 一个金流机制 使用了欧富宝的 金流机制之后 它这个通路的成本 可以大幅降低 以前你在通路上 可能在这个 通路是昂贵的 你在超商里面 买一张 一千块的游戏点数卡 可能三百块 就是在通路上 不见了 可是透过我们的话 我们收不到八个percent 所以是相对 是降的很低的 那是互蒙其力 是 好 那我们其实看到 这个欧富宝 其实到现在呢 已经有三年多的 这个时间 在这一段 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 那么到底 有学到了一些什么 又希望能够再做哪一些的 这个改进 而同时我们看到 第三方支付 其实在国外 早已行之有年 那么台湾 能不能够追得上 或甚至是迎头赶上 追过美国 或甚至是中国大陆 稍微回来 科技的执行长林依宏先生呢 来到我们现场 针对第三方支付的商机 做深入点评 我们接着来比较一下 两岸三地 在第三方支付的脚步好了 我们先说大陆 大陆当然比我们早 大陆人口又多 它的市场是大的 它可以让三百多家 第三方支付平台 竞争生存 但台湾当然人口少不用讲 市场的规模也是小的 那么如果我们要比的话呢 应该要去跟新加坡比一比 或者是香港来比一比 新加坡现在是只开放两家 香港呢是只有一家 台湾到底你说 要开放的话 要开放几家才好 我想这个执行长 你在业界 您可以好好来谈一谈 是 大陆应该是一百九十七家 没有到三百家 一百九十七家 那香港一家 新加坡两家是对的 那看台湾到底要一家 或是两家 我觉得就看政府的政策 基本上第三方支付 他一定是要非常的 让人民能够信赖 他的资讯安全一定要做到 对 譬如说前一阵子有些业者 他也是做第三方支付 可是因为呢 这个资讯没有做好 他所有的个资 所有都外泄了 那如果消费者的个资 都没有办法保存好之后 以后这个工具 被大家妥善使用 那是不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里面的钱会不会不见 有可能不见吧 因为我要处值 对 要处值 那里面会挫脏 或者是被盗用了 被删改了里面的钱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基本上我们在台湾 是比较一步一脚印的公司 那反正政府开放到哪边 我们就做到哪边 也不会像前一阵子 前两天有一个事件 一家百货公司 用了大陆的第三方支付 知道吗 是 您可以 板级的部分 是 是 是 那又被今晚喊咖了 也就是说 现在法令已经在 很紧凑的在做规范当中 对 那法令如果还没有全开 我想在这个时间点 没有差多少的时间 就往前跑 偷跑 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是 所以就业者自己要自律 要自律 自己要能够把关 但是政策其实也必须能够 配合着业者的需求 或市场的需要 更加的开放 政策一定要开放 否则像这个今天早上 前行政院长陈冲 陈仙 他在经济日报的 A4的专栏里面就写到了 他就比喻说 派小朋友向浩克挑战 就绿巨人浩克 谁是小朋友 台湾 就是我们这些业者 新兴的 因为我们已经落后 第三方支付 落后其他国家很久了 那谁是绿巨人 绿巨人就是大陆的支付宝 他是绿巨人 那与其这样子 派小朋友向浩克来挑战 不如让这些小朋友 赶快长大变成浩克 才有一较高低的机会 否则我们的政策 没有比别人开放 人家又做得比我们早 又做得市场规模更大 渐渐的连车尾灯都看不到了 真的会很悲惨 但是现在的法令 的确就像行政院的政委们 现在提出说 这个除职账户 不是只有一种辟别 它是多辟别的 这个概念就很新 可能会比别人做得好 像这个地方 要有微创新的话 其他国家还做不到吗 他们没有在一开始 制定的时候 就让你多辟别 对 尤其像大陆的话 它是个外汇管制国家 它怎么可能 让你多辟别 可是我们相对 可以一开始就有多辟别 那就可能赢过人家 就是要利用这些点 才有办法追赶过去 那很多业者就是说 到底第三方支付的资本额 要大或小 对啊 台湾 现在是 我们的规范是多少 现在目前还没有出来 他是说 基本的五千万 就可以做这个代收付 我觉得五千万是太低了 因为一家公司 如果他资本额 这五千万 可是他代收付的金额 是几十亿 五十亿 你说会不会出问题 很容易出问题 像现在的银行 商业银行 我们的法令规定 银行法是你要一百亿 才能够做银行 可是在美国 你只要不同州 它不同的规定 三百万美金到六百万美金 你就可以成立一家银行 三百到六百万 所以是一亿到两亿之间 你就可以 两亿台并 你就可以做一家银行 绝对没问题 那将近是我们的百分之一 对 百分之五十 我们是一百亿嘛 还有两亿 小很多 那台湾的第三方支付 我认为不应该就只看国外 像这个其他国家 第三方支付的规定 像英国是蛮低的 那我觉得金融的事情 只要消费者出问题 基本上都会请政府来管 与其这样子 为什么不让这个业者 好好管好自己 它资本要大一点点 所以我一直在呼吁说 你只要做第三方支付 你觉得我们台湾 如果要经营第三方支付的话 它的资本额应该要大一点 这个建议就说对 基本要按照这个电子票证管理办法 你的最基本的门槛是三亿 你才可以做第三方支付 我不管你代收代付 反正你要做就是要三亿 那如果你想要再做 除职这个业务 再加一亿 如果你要做跨境的 再加一亿 也就是你要做一个全方位的话 你起码公司要五亿 还有点规模嘛 你不要说五千万 五千万 人性是很难被接受考验的 我公司是资本额五千万 可是我代收的客户有三十亿 出了问题 他很容易把钱给弄走 跑掉了 是是是 那请教一下 那你们的资本额呢 我们目前是三点五亿 那如果这个政策 规定下来是这样子 我们就照着遵守 就好了再遵守 是是是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您认为就是说 规范的还不够严谨 这个政策的部分 要再强化一些 是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 就您的观察 就是第三方支付的发展 它未来会是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趋势 而就过去 你们在经营这一块的经验又是什么呢 OK 第三方支付 它一开始的起点 一定是网路上的电子商务 可是呢 渐渐的线上跟线下很难区分的 那譬如说 好了 我在网路上买了这个餐券 然后我拿着我的手机 里面有这QR Code 到餐厅里面去核销 请问这是线上交易 还是线下交易 我的确是线上买的东西 可是我到线下用掉 那或者是 我今天买了一个 5月天的入场券 是线上购买的 可是我去看演唱 或者说我把它花掉 那是线上跟线下 反过来 如果我今天餐厅吃饭 吃完了之后 我本来是要刷卡 我今天不想刷卡的 因为卡只有一张 要带很多张 我手机里面已经绑定了很多的信用卡 我直接拿手机让它去扣款 那就是线下到线上 所以all to all 它不见得是online to offline 它也可以是offline to online 只要透过电子的方式来做交易 所以第三方支付 可以从线上到线下 我觉得这个发展的空间非常的大 是是 而且这个行动式的装置 其实会变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 是你想想看 现在在夜市好了 夜市的这些老板 很痛苦的一点 我想就是每天 很多的零钱 因为吃东西 吃哒哒的很麻烦 然后呢 这个拿了很多的零钱 今天晚上收摊的时候 还要想说 我这钱拿去哪里 要去存起来 明天还要去存款 再要银行去存起来 然后再 这很麻烦 但是以后不需要了 你去这个吃夜市的时候 你一样手机 老板这边有一个机器 逼就赶印就扣款了 就走 这钱全部进银行 你都没有任何的店员 会碰到这些钱 多方便啊 那以现在目前 我们在看这个欧富宝 那他的这个金额 除了这个金额 是怎么样子的 递增的状况呢 除值的金额 目前是因为法令的规定 大概分为三个门槛 那第一个门槛 就是说 你是有透过 手机email认证的 第二个门槛 是你有透过金融凭证认证的 第三个门槛 是你有透过 自然人凭证认证的 那他的额度是不一样 那我觉得 这个岛还好 因为主管 机关金管会 他们也承诺说 只要我们提出数据 消费者认为说 这样的最低的三万块不够 我们提出这样的需求 他们看到的确是这样子 他们就可以往上增加 所以我认为 除值金额 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是 那您刚刚其实提到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其实再多做一些 其实是甚至有机会 可以超越大陆 那就您的官场 现在目前大陆 他们到底是有多么的方便了呢 大陆方便到 有一点匪夷所思 你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什么都可以 那 怎么说呢 好 今天我用 我的第三方支付一个账户 我可以网路上买东西 对不对 我可以买笔 我可以买电脑 那我可不可以买 我自己心甘情愿买的 金融衍生性商品 可以吧 是 所以他们就有余额宝的东西出现 你可以透过第三方支付买基金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把钱十万块除值 放在这边没有用 一个礼拜 我不如就买个基金 放个十天 然后他T加1 你不要的话 立刻可以把钱退还给你 所以他这十天之内 他的就是赚那个利息钱 基金的收益 是 是 这非常的方便 是 就是说他们进步到这样子 那也不代表说 我们立刻就必须要这样子 因为我们是人家已经做了八年 已经比较成熟 我们刚开始起步 但是我期望就是我们的主管机关 我们做了一年两年 觉得已经相对稳定安定 没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开始这样做 人家花了八年才这样做 我们可以学人家两年就这样做吧 但不见得要一开始就做 再来你到韩国买这个买东西退税 你直接给他支付好的账号 你回到国内 他把退税的钱 直接退到你的支付好的账号里面 那非常方便 所以第三方支付 基本上就是一个便利性 要花好几天吧 不用 他们中间根本不需要花几天 不需要 不需要 就非常的迅速 是 资讯再跑是很快的 对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在这个 以效率来讲的话 还有以他的这个使用的 多样性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我们还落后蛮多的 继续努力 想办法去追赶 那第三方支付 哪边好用呢 就是日后第三方支付的这个账号 可以让你缴电费 水费 瓦斯费 学费 然后信用卡 账单 然后你在网路上买东西 线下买东西 什么东西都可以 可是不用担心 我们的后面还是跟银行合作 走原来的系统 也就是说 我们当前面 类似像推广这样子的业务 后面 比如说我跟对岸 要买东西结会 我还是透过银行来结会 所以银行的角色 并不会消失 现在银行很害怕说 你们第三方支付起来 那以后我们怎么办 其实大家各司其职 我们只把市场做大而已 那有没有所谓的风险的问题呢 这个任何事情 一定有他的这个便利性 但是背后也要考量到 第三方支付 只有在管理上的风险 基本上它是不太有 这个操作上的风险 因为呢 它里面的钱 都是已经储值进去的现金 你怎么好好把这些钱关好 不要把这些钱A走 交付银行的信托 旅游保证 这样子就 基本上就OK了 是是 反而刷 就是资安 在这个监控上面 资安跟监控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 那反而刷卡 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信用卡 因为它是先享受后付款 对 那有很多人就怎么样呢 就是花了钱之后 没有钱去交 或者呢 我偷你的卡 去刷一刷 结果 我已经享受了那个东西 可是 此卡人说 很抱歉 那不是我来 我消费的 问题很多 在第三方支付 这个问题可以大幅的解决 是 所以以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成长空间 对 也希望这个金管会能够再进一步的加快脚步了 是 因为这是他们必须要赶快迎头赶上的事 那像我们跟这个165反诈骗的这个单位 是 警示局的 去沟通 他们都很开心 看到有第三方支付这样的东西出来 因为他们觉得说 是 整个支付的体系有些漏洞 是 结果要花很多人 你不要被骗 那个可能被骗 就花太多人力了 但是如果有个好的系统的话 这些都可以解决 是 好 今天非常谢谢林一红执行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么广告之后回来的今日我醉战 我们继续带您看的是 南韩流行上网看正妹吃晚餐 这是哪一行啊 锁定稍后的亚洲最前线 欢迎回到亚洲最前线的 今日我醉战这个单元 南韩在最近流行了一种实镜秀 看正妹吃晚餐 网友连上网路 就可以看到正妹在那大口吃美食 不要小看啊 只是一个正妹在那儿吃吃饭而已 其实每天三小时的吃饭秀 可以满足许多人偷窥的欲望 甚至呢 这个正妹的月收入 可以超过台币28万元 南韩正妹 补西英把一大口泡菜 送入嘴里 对着镜头 大口吃美食 牛肉料理泡菜锅 辣炒年糕 统统大口大口吃 还跟上千名网友互动聊天 她是南韩晚餐时竞秀 爆红演员 年仅24岁 外号天后的普希 因收入来源 靠观众送给她 每一颗价值 新台币三块钱的虚拟气球 每一餐有上千名观众在看 曾经累积下来 一餐赚进台币三万块钱 保守估计月收入超过台币28万 专家说看别人吃饭 是人类的天性 独居宅男把他当成云端情人 看他吃饭找到另类归属感 甚至有人连验食症都治好了 地质镜一镇综合报道 逛年货大街一不小心 可能就大包小包了 经常是拿得腰酸背痛 在台湾的宅配业者 看准了这商机 纷纷进驻各大年货大街 标榜24小时以内就送货到府 难怪光是宅配年货业绩 就比往年多出了两成 而各家业者都纷纷创下了 年货宅配的历史新高记录 来到年货大街不想提的大包小包回家 其实你可以做宅配处理 先生我要宅配 好 没问题 不管是干货还是汤汤水水熟食 不想提宅配都能帮你24小时送到家 因为觉得比较方便 而且今天买完明天就到了 之前太重了 我不想大包小包 一包一包装成 城乡宅配业者进居年货大街抢商机 为了引益满满的人潮 邮局快捷加派人手 同时年货开卖两周 业绩已经成长两成 根据这两年的话 我观察都是属于成长的趋势 对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 不愿意就是大包小包的 这是一个疲劳商机 跟前年来相比 前年低华街宅配大约只有3000到4000件 去年成长一成落在5000件左右 而今年年货大街从11号开卖至今 已经破6000件 打破网年纪录 业者分享年货宅配市场 宅配团和宅机变 采用冷冻和冷藏车 提供注点服务 拥有稳定客群 和去年相比也成长一成左右 年货大街爆满人潮 除了上下荷包赚满满 宅配业绩创纪录也跟着顺势翻红 今天的分析有两回 他们想到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亚洲最前线 我是周玉琴 明天见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